Hello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讲悬疑惊悚剧《怪物》第五集 上集说道,胡姆,李昌正和韩复三人在一起吃饭 他们为了自身利益想掩盖连续杀人案存在的事实 东直被无罪释放,胡正起来接他 东直虽然无辜,但餐厅老板娘却怪他害地嫁贬值,将他赶出餐厅 他们只好改到在伊甸里吃饭 东直看见认识敏静的人接受媒体采访 韩周元一直跟踪着东直 他认为尚叶也是死于东直之手 他拿枪对着东直想逼迫他说出真相,却还是失败了 事发前吴志勋曾见过敏静,是他泄露东直被捕的消息 此时,周元主动接受媒体采访,揭发连续杀人案的存在 这集说道,韩周元依次说出受害者姓名,并质问东直 他包庇的杀人凶手是谁,东直没有回答 而是重复韩周元说过的受害者姓名 当他念到李金花的名字时,就已经确定那句无名女士的身份 韩周元费尽心思隐藏的名字就这么脱口而出 看来他在查案方面还是欠点火候 韩周元顾不了那么多,继续追问东直凶手是谁 东直却故弄玄虚,将身边人的名字全都念了一遍 让他自己去猜 韩周元意识到自己被耍,非常生气 就在他抓住东直的衣领时,电视里韩副的声音打断了他 韩副正在召开记者会,他首先向众人道歉 因为韩周元的个人行为使民众陷入恐慌 紧接着,他指出韩周元爆料中的诸多问题 连环杀人案没有被证实 七名受害者中还存在没能确认死亡的人 前不久,在文州发现的那名死者 经过调查,死者在失踪前和韩周元有过接触 韩副正重承诺,他会追究韩周元的责任 给民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看来韩副怕殃及自己,已经开始大意灭亲了 韩周元听到这番话,心凉了半解 晚上,文州三人组一起吃饭 韩副挂掉了韩周元频频打来的电话 这幕被李昌镇看到 他调侃韩副在记者会上的行为 模仿了他当年用过的套路 韩副不想与他们为伍 吃完这顿饭,大家好聚好散 此话一出,两人顿时愣住了 他离开的话,文州开发计划怎么办 韩副表示 韩周元爆出连环杀人案一事 让他在国民面前弯腰道歉 他已经为文州是做得够多了 普姆听得云里雾里 李昌镇解释道 韩副在记者会上说的话一方面是为自己开脱 另一方面澄清了文州没有连环杀人案 这样一来 他们开发文州的计划才能顺利进行 韩副眼看自己的意思传达到位 随即离开了饭局 韩副出门后遇见韩周元 他挥手制止了儿子搭话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楼上的两人恰好看到这一幕 李昌镇不禁感慨道 韩副为了儿子竟不惜和他这种人合作 发现情况不妙后 立刻甩锅给韩周元 韩副这一点和某人不一样 说完便看向普姆 普姆听到李昌镇的嘲讽 顿时脸色大变 另一边 东芷听说普正吉喝得有点多 便去在医餐馆找他 让他回家休息 普正吉却说自己不能睡觉 只要一闭眼 他就会听见女人们的呼唤 随后 东芷又担心起在医 怕他因为韩周元说的话受影响 在医让东芷不用担心 他经历了那么多事 内心强大了很多 在医18岁那年 听说母亲和一个男人挽着手进了旅馆 就立刻跑过去了 犹豫在三后还是没有进去 人们都谈论母亲克死丈夫 和别的男人私奔 一开始很艰难 慢慢也就习惯了 现在在医被牵扯进连环杀人案 街坊邻居都对他指指点点 对此他也习以为常 只要妈妈能回来 他受的这些苦不算什么 这时在医收到一条信息 他突然询问东芷 是不是和志勋有什么矛盾 志勋一听说东芷要来 他就不来了 东芷正在猛圈的时候 普正吉突然问他 敏静真的不是你杀的吗 与此同时 郑莫大叔看着有关敏静失踪案的报道 普母办公室打来电话 郑莫大叔没有接听 一日 韩周园回家取东西 却被韩副关在门外 就连门上的锁也换了密码 韩周园无奈之下 只好离开 他刚到派出所 就被记者小林盯上了 他想采访韩周园 却惨遭拒绝 小林告诉韩周园 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警察大学 有什么了不起啊 还不是被派到这种小地方 这时 东芷突然冒出来 质问小林地方 派出所有什么问题 难道他们不算警察吗 东芷一声令下 派出所内的警员闻声赶来 谁敢质疑他们不是警察 最后 所长出面解决此事 赶走了搞事情的小林 韩周园突然喊住同事们 询问他们为何要帮一个毫无交情的外人 所长笑了笑 没有回答 其他人也都进了派出所 东芷告诉韩周园 这就是万洋人的作风 内部发生的事要在内部解决 他们不允许外人指指点点 也就是说 不管对错 先包庇自家人 他们真是把韩周园当自己人看待 说完 东芷便离开了 韩周园结合东芷说的话 凶手一定是他身边的人 他到底在包庇谁 这时 东芷气冲冲地从派出所里出来 同事们大喊着快追上东芷 不明所以的韩周园连忙跟上他 东芷一路狂飙 原来 骨母为了文州能顺利开发 特地召开了一场大会 他们还将郑默喊来 郑默表示 他不想因为敏静的失踪 影响文州的开发进程 说到这里 东芷听不下去了 直接驱车冲进会场 他叮嘱韩周园不要下车 没必要跟他一起作死 说吧 东芷上台阻止折磨 却遭到很多人的骂骂 一位大婶说的话 彻底激怒了东芷 大婶的原话是 正好赶上文州要开发的时候 那个丫头 敏静 失踪了 真是太晦气了 愤怒的东芷质问大婶 如果她的女儿失踪 是否还会这么说 大婶恶狠狠地回应道 我女儿可不是那种陪酒女 东芷告诉她 陪酒女也是人 他们的命也是命 大婶却说 人和人之间是不一样的 本质不同 怎可相提并论 她的女儿永远也不会变成敏静那样 东芷冷冰冰地说道 要不我把你的女儿杀了 你也感受一下 此话一出 现场瞬间乱作一团 侯母上前劝说 东芷改掉暴躁的性格 不要像二十年前那样 让所有人跟着她受苦 二十年前 普正吉因为帮东芷作证进了警局 侯母跑到东芷家大闹一场 并警告东芷 离普正吉远一点 回忆结束 东芷告诉普母 从二十年前到现在 不是她抓着普正吉不放 而是普正吉在纠缠她 如果她放手的话 普正吉就彻底完了 这事实 李昌正命令属下抓住东芷 东芷一脸疑惑 这位长着蝉雏面相的大叔是谁 李昌正自我介绍后 东芷才认出了她 随后 东芷警告保镖放开她 否则后果自负 紧接着 双方开始了一场大战 东芷寡不敌众 落入下风 韩周元看不下去了 站出来帮东芷说话 将他们的行为定义成共同施暴 给自己找了个参战的理由 没想到 那些保镖不堪一击 很快就被撂倒 这时 李昌正突然叫停了战斗 打算离开现场 想走可没那么容易 东芷以教唆暴力最大补李昌正 之后 主人来到警署 李昌正声称是对方先动的时候 他有视频为证 殊不知 狡猾的李昌正早已派人将视频发到网上 韩副看到后非常生气 全检察官主动提出 他会帮忙解决此事 韩副犹豫再三 还是拨通了李昌正的电话 或许是韩副答应了什么要求 李昌正同意和解 武警官得知消息后 立刻赶来 他调侃两人可真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 韩周元一脸嫌弃地说道 谁和他是好兄弟 我只是目击了违法行为 在执行公务而已 其实 大家都心知肚明 韩周元就是在帮东直 随后 武警官说出李昌正有意和解的想法 毕竟东直闹事在先 还是私下和解比较稳妥 没想到东直竟然同意了 但前提条件时 让李昌正删掉到处传播的视频 说完 便离开了 武警官紧随其后 似乎有话要说 这时东直想起在一说过的话 便询问武警官 志勋为何会躲着自己 难道他又发病了 躲着人 待在房间里不出来 武警告让东直放心 志勋一点事也没有 随即匆匆结束谈话 紧接着 韩周元追上东直 想知道他同意和解的理由 东直没有回答 韩周元这才说出 东直今日在会场的行为 绝非一时激动 而是故意为之 目的达到后才以和解收尾 今日在会场上 韩周元听到东直对朴姆说的那番话 便认定东直和郑济之间有猫腻 东直一时很无奈 韩周元整天脑补他是杀人凶手 现在又认为他和朴正济二十年来联手杀人 不当编剧 真是可惜了 就算那些猜想是真的 韩周元能否为了抓住他们 抛弃法律和原则 韩周元反驳道 他不会放弃那些宝贵的东西 东直觉得很可笑 韩周元之前还无视法律 逼着人去死 看来 法律和原则只有对他有利的时候才存在 东直说完后坐车离开 夜里 选检察官约韩周元见面 教他如何应对李金花的案子 如果监察科传唤他 就说李金花是查案时遇到的 之后 他根据韩周元的明天发来信息 至于李金花为何这么做 他表示不知道就可以 只要韩周元按照普检察官交代的话去说 此案一定能顺利解决 韩周元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和李金花之间的关系 他本想到出实情 却突然想起东直说的话 为了抓到凶手 他能否抛弃法律和原则 想到这里 韩周元选择了沉默 全检察官离开时 从不求人的韩周元拜托他一件事 帮忙查清普正级的底细 另一边 记者小林就敏静失踪一案前来采访东直 他这趟算是白来了 不仅什么也没问出来 还被东直逼着说出这些向记者透露消息的人 随后 东直把志勋叫到地下室 询问他为何要举报自己 面对东直的再三逼问 志勋突然情绪失控 嘴里说着 杀害敏静的人不是东直 事发当晚 志勋亲眼看到普正级接走了敏静 之后 东直却以嫌疑人的身份被警方抓走 志勋为了帮东直脱罪 才会向记者泄露此事 只有把事情闹大 警方才会彻查此案 结果却意外帮到忙 志勋又不敢解释更多 生怕普正级被人怀疑 沉默许久的东直突然开口 让志勋不要对任何人提及此事 他会想办法解决 志勋前脚刚走 韩周元立刻找上门 刚才东直和志勋的谈话都被他听到 再加上他手里掌握的关键情报 韩周元确定 东直袒护的人就是普正级 韩周元查到 二十年前又验失踪案后 很多人都以为普正级出过念书 事实上他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发病时声称自己杀死了小鹿 准确来说 是打扮成小鹿的人 二十年后 普正级又是最后一个见到门静的人 种种信息表明 普正级就是凶手 而东直是共犯 东直嘲讽韩周元就查出这么点证据 还敢在他面前耀武扬威 紧接着东直连续发问 普正级杀死右燕和门静的证据呢 还有 他是共犯的证据呢 韩周元顿时哑口无言 随后 他逼东直说出事情的真相 东直反问道 我为何要说 难道就因为警察的使命吗 别忘了李金花是谁害死的 在东直看来 韩周元急于破案 就是想忘却心中的罪恶感 韩周元承认 是自己害死了李金花 正因如此 他才会迫切地想抓住凶手 韩周元恳求东直告诉他 那个人到底是谁 东直缓缓靠近他 准备说出一些信息 这时 画面一转 原来普正级去揭敏静时 震默也在场 这集仍然有很多谜团 我们来分析一下剧情 韩周元说 东直在会场的行为 是故意为之 目的达到后才和解收尾 那么东直的目的是什么呢 普正级是最后见到敏静的人 他有可能是凶手吗 看东直对他维护的表现 他应该不是凶手 东直知道凶手是谁 但他却不吭声 这是为何呢 在周元不懈地逼问下 东直终于肯松口了 他会对周元透露什么线索呢 至于凶手到底是谁 东直又会跟韩周元说些什么 请看下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